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戰地風雲 很開心見到各位 我在8號下午時睡了3個小時 然後從11點狂歡到4點 在補眠3個小時後出門上早吧 老天 真的好累 上課時要違反人性尊嚴的撐著眼睛 真的超...難 正式版的戰地風雲5 比起Beta版已經有相當多的感激 舉凡光影 網路順暢度 機槍架槍的不順問題 舊隊友的過程等等 各方面都進步很多 目前是沒有看到或聽到明顯的缺點 本作的節奏 我覺得在交戰時較快較緊湊 也許是因為受到戰損機制的影響 像是我常因為回血無法回滿 而在交戰時戰下風 戰損機制真的發揮了他的作用 確確實實壓制了一些喜歡玩英雄主義的玩家 使得這些人受限於生命值或彈藥上的不足 而不得不求助隊友的幫忙或是尋找部機點 但我覺得這些限制可能在玩家們上手後 而能漸漸克服 至少我玩到後來時 除了虛摸索地圖外 已無任何技術上的不適應 目前我最大的敵人大概就是網路了 有時候我沒延遲但敵人可能網路不好 所以我子彈打在他身上都沒反應 有關地圖的部分 我不太曉得是不是錯覺或是真的如此 總覺得戰地豐富的地圖好大 使得我得花較多的時間在移動上 我不管玩哪一款遊戲都是靠11號公車 因為我在遊戲裡是載具白痴 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我其實還蠻會開車的 不過危機當然可以變成轉機 也許就藉這次機會來練載具 主武器在升等後很明顯感覺到差異 所以我建議各位如果有喜歡的槍 建議練到4等後趕快去升級技能 另外我覺得副武器的威力 似乎叫戰地風雲遺落 本作的隊伍平衡系統也許沒有改善 但我覺得兵總監的各司其職 以及制衡有明顯的感受 最明顯的夢魯與偵察兵 因為只有偵察兵可以標記敵人 果然名副其實 醫護兵跟支援兵的補給工作 相對的被補給點給取代一些 但玩家們又受限於戰損機制 而在面臨大量敵人下 又得依靠醫護兵與支援兵 所以地位不減反升 目前還在適應性操作 手感沒有上來 希望是適應問題 而不是系統限制的問題 不然我可能會玩到爆棋 今天介紹到此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本頻道 可以訂閱或留言喔 我是阿Ben 我們下次見